Covic 科兰詞 科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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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今天先讲孔德 在古典社学理论大概起点就是孔德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大部分人都已经不讲孔德了 可是你不讲孔德 你后面的人你要去谈他就不太容易 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从孔德那边来的 我们在讲Mark Scheller的时候 就说明到他的对于知识进步的看法 他那三阶段的分类 基本上是从孔德而来的 那我因为写过有关孔德的书 所以我就算是这方面的小小的专家 我们就先看一下这是我的收藏 其实我写完一个人 应该这些收藏全部捐给图书馆才对 因为放在我那儿基本上也不会再看 这两本当时没多久就已经绝版了 就是把社会净学跟这叫第一哲学 然后这是社会物理学 社会物理学就是社会学的前身的名称 然后这是几本社会学的小书 这叫做实证精神的讨论 那这叫做实证主义的教义问答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一个什么 社会科学的一个书 这大概就是他的文学 这都从印本 现在要找到法文原来的本 在台湾在日剧时代的时候 有些日本时代的藏书还是有的 但不多 那这个是孔德相关的英文本 我在1991年在伯克莱进修的时候呢 非常幸运地买到了非常多的 这一套书是叫实证政治体系 是他晚年的书四本的英译本 他那是很红 所以一旦有了书马上就会有英译本 然后这个最左边这本呢 实证哲学 这是根据他的实证哲学讲义 编写而成的很厚的书 我这都是英文本 然后这是他的实证主义概观 这是原来版本的实证主义概观比较小 那其他几本是他的文选 那因为后来都不念孔德了 所以这些书也都买不到了 也不会再印了 那这是中文本 这个中文本在1949年以前 就有一本叫实证主义概观的书 这本书翻译的叫肖干 那这是中国大陆版的论实证精神 这是后来才翻译的 就刚刚前面那页的一个小书 所以在中国大陆现在只有这一本 那这本实证主义概观也没再重印 台湾也没重印大陆也没人印 所以因为孔德不重要了 就没有人再继续 那这是我买到的早先 在写孔德的时候 就是大陆的一个学者 欧立童先生写的 《孔德机器实证主义》 完了就是这本书就是我的书 所以大概中文本 大概大概加加减减 大概就是这些 在1949年 沦陷区的北平 那还叫北平的时候 有一个学者叫杨坤 不是杨庆坤 他留学法国 他在当时的一个杂志上面 有一个有关孔德的介绍 我把他的文章全部引印下来 然后装定成一个小册子 真是忘了照 那个也是很少人知道的 因为他后来也不太有名 所以在这个学术史上 就这样子被忽略掉了 有点可惜 这是相关书 这是有关孔德的二手的英文书 一个是John Stuart Mill 就是很有名写自由论 或论自由那个人 他所写的孔德跟实中主义 就告诉你 孔德对他影响多深在那个时候 另外这个人的这个小书 这个是GOOD的小书 我那时候写孔德 没有想到孔德已经很不红了 所以这些书有时候也不太容易找 但是做学问跟很多事情一样 只要你有心的话 真要找还找得到 当然因为我那时候 我的一个兴趣是逛书店 所以在国外的时候 我90年代 在每两三年就出国进修啊 或什么 所以还常常可以看到孔德的书 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说 找你就会找到这样 那我们要先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有关实证主义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呢 是孔德所创用的 可是后来呢 这个字常常已经被弄到 有的时候像是骂人的话 在社会学界 说你是实证主义 或者你是实证研究 那个通常都不是太好的意思 那我们要来好好看一下 孔德当初是怎么讲的 我先说明一下 前面这个生平的地方跳过去了 因为我如果我还在讲生平 大概花了半堂课到一堂课 那这个在古典社学理论的那个录影课程里面 都已经说过了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动 所以你们可以去参考 那思想脉络的部分我也不讲了 著作脉络的部分也不讲 都在讲义里面就可以去参考 我们就直接跳到跟这个知识 跟社会有关的部分 实证主义的口号 叫做爱秩序跟进步 我的书名也是用了这个 然后他的经常被误解 在孔德那时代 你讲实证主义就被误解 第一个是无神论 在无神论对我们这种宗教意识 或宗教性不强的这种文化里面 这个无神论不是什么太严重的问题 我们到底是有神论 无神论 在老外来讲 这个中华文化的人是很复杂的人 也可以拜耶稣 谁都可以拜 看起来我们好像有很多 多元信仰 看起来好像我们这种文化 都没信仰 谁有用就拜谁 所以看起来像有神 其实是无神 所以在老外那里 无神论是个很严重的事情 特别是欧美人士 他们相信这个上帝的 特别是受到基督宗教的影响 或者有时候在英文里面 就要写Judeo-Christianity 犹太基督宗教的影响 认为无神论 将来你灵魂要去哪里 你死后怎么办 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去一个英文正音班 美国的一般的热心的民众 教外国子弟 这个正发音的 就一对一对谈 他就 我们认识没多久 就问我说 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我说没有 他就非常惊骇 好像一副 你这个灵魂将来怎么办的样子 我就觉得有了又怎么样呢 你们的灵魂又怎样呢 无神论在这里就显现出 它强大的好处 我们绝对不会因为宗教 搞出这样的事情来 那个真的杀人迎合 这是无神论 所以实证主义 常常会被认为是无神论 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下 他为什么会被这样误解 一方面孔德真的一直强调 他的实证主义跟当时盛行的天主教 是有差别的 那天主教的人当然会认为 你跟我有差别 那你就是无神论了 这个有时候碰到冲突的时候 大家强调的并不是真理的问题 而是污蔑 一定是污蔑 一定是误解 第二是唯物论 唯物论在当时也不是好事 唯物论基本上你就是共产党 大家就那样的意思 当然你是共产党这件事情 大概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面是吃香的 在不是共产主义的社会里面 你是共产党这件事情 特别是在这个冷战期间 你是共产党这件事情 在所谓的自由国家或民主国家 基本上是很辛苦的 甚至要坐牢的事情 书明论也是 也是觉得实证主义 没有一个救赎的这种观念 会觉得好像怎么样 可是怎么会有人说 既然说明怎么会是乐观论呢 反正总而言之 孔德认为这个实证主义当时是被这样子误解 那他认为真正来讲 实证的 就positive这个词 或者相似的法国的名词 有六个意思 基本上都是很好的意思 你看 他第一个 他认为实证就是真实的 相对于虚幻的 而是有用的 相对于无用的 我这里都列出法文来 反正因为这个没有音译 没有音译本 对 然后他是确定的 相对于犹疑不定的 他是精确的 确定模糊的 他有机的跟破坏的相反 他是相对的跟绝对的相反 所以他认为 显然这六个意思 是他认为比较正面的好的意思 我们现在是不是这样想 那你就看下面 我不要讲我自己怎么讲 这个呢 就是把实证主义的教义 这几个部分 这几个教义 已经跟孔德的不太相似了 这是一个人编的表 然后这是几个研究实证主义的人 他们认为实证主义具有哪些特色 你这样就可以用别人的说法 不要用我怎么说 我怎么说有时候 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那这些研究的学者怎么说 某种程度代表专家的意见 但专家的意见都不太一致 有同有异的地方 所以这边有Kolakowski这个人 有Fornwright这个人 有Abogano这个人 有Gildermann这个人 有Half Penny这个人 总共有五个人 他们对这个看法 这是好像是Half Penny整理的 第一个实证主义通常是指 科学和科学方法统一 这大概在西方的学术界 在1950年代 有一个Unity of Science Unity of Scientific Method这种运动 科学方法统一运动 所以实证主义跟科学方法统一是一致的 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 跟孔德想法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是有继承孔德想法 所以你看所有的研究者也都承认这一点 实证主义包含了这一点 第二点是某种程度的经验主义 或者某种形式真经验主义 就是说基本上实证主义研究不是空想的东西 是实际的东西 这个刚刚孔德也说过 在这里大家也反映出来 所以除了这两点以外 就是科学或科学方法统一 跟某种形式经验主义之外 其他六点就大家想法就不太一致了 第三点说科学是唯一有效的知识 这叫唯科学论scientism 在科学在思想史上 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甚至科学主义scientism并不是科学 而是相信科学万能 那这个呢只有Kolakowski Abogano跟Gildman三个人 同意这是实证主义的内涵 其他人并不认为这是实证主义内涵 你就看到这已经有差别了 那第四个特色说 哲学等同于科学的逻辑这一点 那也只有两个人同意 应该就是前面的Abogano 跟Gladman 然后这科学要用来造福人类的福祉 这样科学的用途 这也只有两个人认为 这是实证主义的概念 所蕴含的意思 另外呢第六项 数理物理是理想的科学 Mathematical Physics as Ideal Science 这个只有一个人认为是这样 From Wright认为是这样的 那其他第七项说 因果说明是科学的特征 科学就是要强调英国说明 我们说过这个观念 从亚利斯多德开始 他没有强调法则 他强调是英国 到了培根才强调法则 所以前面我还不讲 你要了解这个就有点空穴来风了 现在你至少讲过以后 你可以接得上 那这个呢也只有 从Ride一个人实际上认为 然后第八项说 社会学相对主义是因规范而异的 那只有好像Alberganos 就个人认为 这是Stokman改编之 Hotpenny的一个图表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 我们现在所称的实证主义 其实除了第一项 跟第二项之外 就是科学跟科学方法统一 以及某种形式经验主义之外 其实学者的共识 是非常少的 所以你现在讲实证主义 你就严格来说 你大概不太确定对方讲的是什么东西 他讲出了一个名词 那在台湾呢 很不幸的实证研究 不是讲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好像就被认为 跟实证研究有关 实证研究呢 又跟这个经验研究有关 经验研究跟量化 好像就等同起来 其实经验研究 直化也是经验研究啊 可是在台湾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呢 有些老师就反对经验研究 反对就等于反对下去 像骨牌一样 所以只要出现实证的 在这些老师 或这些信仰者的立场里面 都是有问题的 甚至不应该 就是不应该 划清界限 不要跟这人产生关系 那这个孔德原初的理想 是违背的 是违背的 所以一个观念 到最后竟然会被背叛 这个也是蛮搞笑的一件事情 在思想史上 这种事情真的有时候也会出现 那孔德当时认为 实证主义有四个特质 他认为他是唯一的 别忘了孔德是 十九世纪的人 是上半叶的人 唯一理性的展现人类思想 逻辑法则 他认为这个实证哲学 是有一个逻辑法则在里面 等一下就会告诉你 第二个可以振兴教育 因为在之前的教育 没有暂照科学逻辑 或按照实证科学的方法来教书的 他认为应该按照这种科学的发展来教 可以让教育更有衔接性 第三辅助其他个别实证科学向前进步 这实证哲学的 实证哲学跟实证科学 他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他的那些想法 基本上学术是一体的 我们可以蕴含这样 或者你说回到刚刚讲的 实证主义的第一个特征 就是科学或者科学方法统一 第四除了教育之外 它是提供社会改造 唯一稳固的基础 用这种辞政哲学来改造社会 不会有太激进的这种变化 至少是比较能够为大家所接受 这是他的想法 那辞政哲学的层级 到底有几种 这个也是一样 你念书 如果你只念到一个段落 你当然会认为 他这篇文章讲的就是他的所有的观念 不是的 这篇文章讲的只是他这篇文章所表现的 那你还得看他这篇文章在他整个生平脉络里面 或者在著作发展脉络里面 他思想脉络里面到底是处于前期中期还是晚期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那他是以现象的简单性 越简单的在越前面 普遍性越普遍的越抽象的 距离人类生活越远的为一个开始 就是他区分的标准 所以他区分的标准呢 第一个人类的学科发展 第一个就是数学 所以我们刚刚讲 越简单越普遍越抽象 距离人类生活越远的 这是数学 当然这个有时候有些人有不同的解释了 然后又接下来可以分成 无机的科学跟有机的科学两种 那无机的又可以分成天上的跟地上 他非常喜欢分类 分类是科学的开始 不是学术 那天上的科学就是天文学 根据刚好人类的发展 希腊很多哲学家想象的是天文的事情 他很少注意地下的事情 在当时的希腊的这个喜剧作家 叫做亚里斯多芬尼斯 曾经就讽刺过这个苏格拉底 其实他讲的应该不是苏格拉底 因为苏格拉底不是这样的 他就说那些哲学家一天到晚往天上看 常常走路就掉到地上的坑里面去 因为不看地下 不看地下的 其实苏格拉底是不往天上看 苏格拉底是往地下看 所以这天文学的发展是这样的 那地上的呢还有物理学 物理学大概在欧洲中古 从阿基米德开始 在那边洗澡 然后这就是水溢出来 这原来是什么重力 然后他就光着身子在 在亚里街上大喊 Eureka Eureka 就是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这样子 这是很有名的故事 物理学界充满了这些有名的故事 什么牛顿在一棵树下睡午觉还是干嘛 苹果就掉下来砸在他头上 对吧 那就发现地心引力 然后那个谁 茄莉略就在比萨斜塔 他发现了什么东西这样的 不过据后来的认真的研究 都说这些神话都是假的 这些故事没有一个是真的 这真的非常扫兴 就像有人告诉你说 没有圣诞老人这件事情 人都不能有童年吗 有圣诞老人这件事情 至少让童年快乐一点 虽然不是真的 好 那接下来是化学 化学大概从拉瓦锡 或者是拉瓦捷 看你怎么翻译那个字眼 好 接下来到了 就是有机的进入 有机的范围变成生理学 生理学后来变成生物学 这是它的一个总称 你不能用现在的观念 现在的学科观念比较狭隘 然后还有社会物理学 这社会物理学呢 它原来叫做Social Physics 从英文来讲 Physics Social 后来变成社会学 1819年曾经成为 它叫实证的政治学 因为在社会学刚开始的时候 它不知道哪个名字好 所以还是不定的 那后来才确定为社会学 然后最后最后 它在实证政治体系的最后 才加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叫道德 也就是它加入这个以后 被很多早年的弟子 认为它脱脑昏庸了 老还颠了 照台湾话的说法 所以后来它的弟子 都大部分人都离它而去 特别像John Stuart Mill 觉得你讲的这个怎么会 科学发展到最后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呢 但是现在很多人认为 其实最后还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是孔德并不是完全没有信徒的 在这部分 好 这是实证哲学的成绩 所以到底有几个看你怎么算 看你怎么算 如果我们要这样的数学 天文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理学 社会物理学 道德 那真的是七种 那很多人只学到这里 这个道德这个部分 很多人没有学到 那你当然认为大概只有六种 那如果有人也没注意到数学 那只有五种 所以怎么算 有的时候就看你念书念到哪里 比较完整的说法 应该是七种是没有错的 而我们的这种学校的教育 常常很重视几种 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一个大的问题 那这种分裂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个遵循科学发展的秩序 原则上孔德讲的这个 基本上跟后来写科学史的人 都是发展这样的顺序 所以西方的科学史发展 确实根据孔德那个来讲 甚至有一个英国人 现在已经过世叫李约瑟 有个中文名叫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Joseph Needham从1940年代开始 对中国科学史很有兴趣 写了一大套 还组织了一个大团体 研究中国之科学与文明 或叫中国科技史 他的那个编排方法 基本上也类似这样的编排方法 就孔德的方法 所以说遵循科学发展 是有道理有根据的 并不是他随便乱说的 第二解决了科学 这一直性的问题 看起来好像不相关的学科 其实在历史发展上面 他内在的这个关联在里面 第三个说说明了各学科之间相对的完美性 这个跟他的方法有关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第四个对教育的影响 科学知识是层层依赖的 你看像我们现在学东西 有的时候就没有特别从这里 很多念文科的人不懂理科 念理科的人不懂文科 再加上考试的关系 你也可以不要懂 你从国中甚至在高中阶段 因为考试的关系 所以有些知识就已经跟你这辈子绝缘了 那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现在教育是这样 照孔德这种说法 我们的学习如果根据历史发展的倾向来 那也许可以让人更了解这个来龙去脉 但是这能教的人有几人呢 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人现在有这种能力 好那另外一个是科学实证方法的一栏表 这个在上面这边是观察法 实验法 比较法 历史法 这是越来越进步在孔德来看 那这边是刚刚讲的天文学 数学它没列进去 物理学 化学 生理学跟社会物理学 道德也没有列进去 所以这里是五个学科四种方法 然后呢观察法 天文学刚开始只能观察 现在可以借助天文望远镜 以前就是靠肉眼 然后第二个物理学呢 除了观察法之外还有实验法 我们刚刚讲的有些事情 就是一些实验法的雏形 到后来当然越来越精确 我以前学的科学社会学 学到后来就已经不知所云了 我就不敢再学下去了 像什么分子对撞器 然后原子在瑞士 有一个半径五公里长的东西 就是他们就是我们的外行 知道是他们要看原子跟原子对撞 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瑞士 所以很多科学家都到那边去 我一直不太懂这是什么道理 但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备 那化学呢 他就观察法已经完全发展了 他实验法就更不用讲了 然后呢他会有比较法出现 这是因为分类的需要 那生理学或所谓的生物学 这三个东西都有 那他认为社会学是最厉害的 在当时来看 因为或者那时候叫社会物理学 他有观察法 有实验法 有比较法 历史法 我们现在大概你在学 社会学研究方法之后 大概实验法是比较少 观察法什么参与观察呀 什么的 我们还有什么电话访谈法呀 什么之类的 方法比这个讲的要多 你大概学到实验法 我大概只有一次 看到一个新进的老师来 求职的时候 说他用的是实验法 我觉得蛮新鲜的 然后比较法 大概你教历史社会学 或什么 大概都会有比较法 这程度的问题 然后历史法 我觉得在历史社会学 看比较多 那他认为社会物理学 或社会学是这四种方法兼备 所以跟其他前面的学科 比起来 社会学运用的方法 是比较多的 那另外还有一种方法 叫主观法 这是他晚年提出来的 但因为他没有详细说明 光听这个前面的这个翻译 subjective method 你会引起很大误解 说科学不知道越走越客观 怎么回到主观 你这是怎样 所以大部分人也就没有提到 一方面可能没有读到这个东西 第二个读到了 可能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干脆就当作没读到 你常常碰到认知不一致的时候 就把不一致东西就消掉了 你处理资料的时候 你发现 哎呀这资料都很完美 只有这个资料很顽强 你就不要理他了 交朋友也是一样 其他朋友对你都很好 只有一个人你很讨厌 你就不要理他了 好吗 所以这个我们在大部分做法对 主观法就因为这样 所以就不见 别人有强调内行法 那个有的人认为那是哲学 或者什么修行的人要用 好像跟我们社会科学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学科之间的一个问题 我常常想 为什么内行法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 觉得那是神学问题 那是哲学问题 好那这个实际的方法呢 它又可以分成 它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同样的东西 间接的跟直接的 间接的是社会科学 跟其他科学共有的方法 我就不太懂 为什么观察法叫做间接的 照我们来看观察法是直接的 不是看到它了吗 怎么会是间接的呢 实验法 你不是在那边做实验吗 虽然我们用的不是器材 不是什么元素之间的那个 那我们找两个人坐在这里 你告诉他一个事情 然后你出去 像他们在测验 小孩会不会说谎 好像什么 就在让小孩进入一个屋里 然后说我出去一下 你不能动 结果出去了以后 小孩都会好奇动那个东西 然后你回来问他说 你有没有动 他都说告诉你没有 大部分小孩都说没有 所以几岁的小孩都有些人 非常诚实 到了几岁小孩以后都撒谎 好像三岁五岁 有一个他们有那 所以那个我觉得是很 都有录影机监视 所以我刚刚看到那个 我就会觉得 我们这里也有什么 实验法在进行吗 所以这为什么叫间接的 这我就非常不懂 比较法呢 也说是间接的 直接的是历史法 我觉得历史法才会比较间接 他认为这是社会学特有的方法 我就不太懂了 除非他当时所讲的 直接跟间接意思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 不然的话 这个跟我现在意思 跟我的了解是有差距的 这个我就得再提醒一下 上一边我们讲到这个 笛卡尔的时候 笛卡尔讲的主观跟客观 跟我们现在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间接跟直接 是不是孔德时代 跟我们这时代刚好也是相反 所以这个很奇妙的事情 好 另外呢 他在他研究里面呢 他认为实证主义有三个执著 特别是他后来的想法 中年以后 第一个是工人 在那个十九世纪 因为工业革命以后 世界上多了一种人叫工人 那这工人的生活呢 因为这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说法 因为这个资产阶级的压迫 压榨他们的剩余价 让工人的生活很悲惨 所以工人一要就变成是 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 学者都会注意的人 那么孔德也注意到这个工人 对 那孔德的学生里面 跟从他的很多人 里面虽然也有一些达官贵人 但是工人是比较多的 第二个就是他叫女人 这个是这种分类是很怪的 你说实证主义把人分成三种 工人女人跟哲学家 这不是分成三种 那是三个支柱 那女人相对应该是男人 他有时候说是人民 人民有的是跟工人 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者里面 只有工人是人民 其他并不是人民 这跟法国革命以后 叫你公民 citizen citoyan 这个citoyan 你是公民 彼此之间称呼公民 共产党彼此之间称呼同志 再有一阵子 现在当然同志是变成在台湾 是同性恋的这个 别人对他们的称呼 他们好像也这样称呼 所以这女人跟孔德的生平有关系 她的生平里面刚开始 她跟一个Caroline Masson结婚 然后那个原来是个妓女 她是有 有人这个 这也比较包养了 就是他控制她去做生意的 孔德刚好有一次在公园碰到她 我去过孔德的故居 如果她那时候就住在那儿的话 这我没考证 那她到卢森堡公园是很近的 那卢森堡公园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公园 适合休憩 她就在那儿看到这个女人 那这个女人是中间出来休息的 她是在做这个特种 叫什么 性产业工作者 现在这样讲 然后孔德因为同情 她就跟她结婚了 跟她结婚以后呢 她还继续出去买 这个就有这个所谓 师父派跟师母派的问题 师父派就认为说 你看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我们的师母真不要脸 这个我们老师对她那么好 她竟然还不知悔改 那师母派的人就说 讲什么呢 你们老师每天在那边讲学 都不赚钱 也没有去好好赚钱 那家里柴米油盐酱茶 到底谁出呢 对吧 那不是师父出 当然就师母去了 师母能赚什么钱 师母没学问 又是那样烟花女子 那只好在从操就业 这还不讲两个人的夫妻关系 这更不足为外人道理了 所以师母就常常不见了 可能孔德根据这个 就对这个女人有这个偏见 后来好不容易 再跟师母离了婚 然后后来 后来在有一个他的学生家里 看到学生的妹妹 叫Claude Claude Claude 他就爱上人家 Claude是有夫之父 老公因为逃税的问题跑了 所以就住在家里 孔德看上人家了 那这个记载就有一些不同的记载 有的记载就是说 孔德看上人家以后 曾经恶虎扑狼的 要表达她的爱意 结果被人拒绝 然后后来就保持距离 可最夸张的故事是在后来 这个女子因为得了当时 最浪漫的病 叫做肺牢 就是肺病 要死了 孔德就跑到人家家去了 然后人家家当然认为说 你谁啊 你不就是他哥哥的老师吗 那他妹妹生病了 关你这个老师什么事啊 对吧 这怎么说都不通人情嘛 谢谢你来看 你回去吧 请回吧 他得的是肺病 对你也不好 孔德没有 孔德认为他跟他是最好的朋友 或甚至他认为是什么 孔德就硬着要进去 人家就不让进 那女的你是男的 就算法国那时候 也不是那么开放的地方吧 结果听说 这个有一个记载 是这样记载的 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不知道 但是 可以表达这故事 记载这故事 他就听说孔德就蹭着乱了 就碰就跑到人家房间里去了 然后碰就把房门反锁 然后最后在那个女的 弥留之际呢 把那女的抱在怀里 那女的听说 就坐在一张椅子上死掉了 后来我的学生去 孔德纪念馆 我说你就去孔德纪念馆 去问他们那张椅子有没有 我说你就讲通关密 那张椅子 他老师什么意思啊 我说就是他 那个谁临死的时候 他坐那张椅子 结果后来 我学生去照了一堆椅子 的照片 他老师到底哪一张 都长得一样 那椅子都长得一样 好 所以这个 他后来就对女人 有非常崇高的想法 所以这个 在那之前 他认为女人 没有什么太重要的 后来认为 这是时政主义重要之主 有这样一个 个人生活史上的一个故事 那植学家 就是他自己了 这人都自视甚高的了 我们研究的人里面 大概没有 不是雅士伯格的了 全部都认为 自己是不可一世的人 因为后人也很多人认为 他们都是不可一世的了 好 那这个刚刚讲到 他既然说不是无神论 他又不是天主教 那他又不是无神论 那时政主义的情感 跟天主教的情感 他曾经做过一个对比 他认为 他认为 天主教的情感 是个人的跟反社会的 为什么反社会 因为对上帝的爱意 爱呢 是意味着牺牲其他的爱 尤其是被教士 把持情况下更糟 所以你只能爱上帝 不能爱别的 他认为这就是反社会 时政主义是社会的爱 是彼此的爱 对邻人的爱 其实 在圣经里面 又要告诉你要爱邻人如己 不是爱你的邻人而已 像爱你自己 要爱你的邻人 但是天主教的教史上 大概这件事情是 几乎都没做到 几乎都没做到 包括现在你看天主教徒 跟伊斯兰教徒的水火不相容 照道理 天主教徒跟伊斯兰教徒 应该是爱邻人如己 从天主教徒开始 你就不应该把对方看成不是兄弟 应该是兄弟 而从宗教的根源上来看 伊斯兰教啊 这个犹太教跟基督宗教 基本上都是学者所称的 亚伯拉罕的宗教 其实都来自一个祖先 就是亚伯拉罕 从神话来看 但是他们不承认 所以是从一个爸爸 下来的分房的问题 就各房之间的冲突 如果从中国观点来看 所以那个要爱邻人如己 这个耶稣早说了 但是一直都没做到 第二位感性就牺牲了理性 然后实证主义是 理性跟感性要调和 他没说感性凌驾在理性之上 没有 是要调和的 听起来非常中国人 这个喜怒哀了之未发 未之忠就是感性 发而皆重结 未之和就是理性 至综合天地未言万无欲言 这就是理性跟感性的结合 天主教呢 第三个是教室的不婚制 排除了女性的影响 然后呢 在实证主义是 女性发挥起影响力 所以天主教呢 因为是只有教室 教室以前只有男的 所以大概好像有女教 女的这个神志人员 好像是从英国国教开始的 那时候也引起很大争议 所以性别的不平等 在教会里面 也有长期的 有这样的历史 现在好像还是天主教里面 女的都还是修女 Teresa Mother Teresa 什么都还是修女 还不是主教 主教都还是男的 现在教室跟中国大陆 听说签了什么协议 任命主教 我想中国大陆会不会 认为一个女主教 这个会引起这个很大的 甚至会超越这个 梵蒂冈的这个影响 表示你走在他前面 不知道会不会 第二当然因为 这很尴尬 因为共产党是物神论了 所以这个到底怎么讲 我都讲不通 我自己都没办法想 好 他纯化爱 没有强化爱 把爱纯化 那是强调爱的深度跟纯度 OK 所以他 反正怎么说 都是实证主义比较好 简单讲 然后爱上帝的极端结果 会爱同胞相冲突 这个要孔德现在看到 他大概更觉得自己这样 因为宗教压抑人类的本性 那这边讲的是爱同胞 这同胞呢 不是只是你的共同 跟你有 享有共同国籍的人 是只要是人类 你都要爱 孔子说犯爱众 犯爱众也是爱 邵雍是吧 还谁也说 这个名无同胞 物无余也 也是这样 然后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个 是天主要没有 这个实证主义 就以爱人为本 比爱上帝要来的优越 从爱人开始 我们的孝训有一个爱人 大概也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是 然后他又很喜欢 当然什么东西三个三个搭在一块 我觉得跟 他应该跟汉朝的人联络一下 他们这种五行说也是这种 全部都可以什么 心肝脾胃脏 可以一个颜色搭上 可以跟方位搭上 可以跟什么搭上 各位要知道这个极致 到文具店去买个罗盘 从中间以外 那你就发现 天干地支 什么东西全部可以搭上 而人性的三个部分 叫情感 理性跟活动 有的分类是情感 理性跟意志 孔德这里是用活动 那复兴运动三要素 刚好搭配这三个 情感最胜的是女人 理性最拿手的是哲学家 活动最拿手是人民 所以这是女人 哲学家人民 不就是三个支柱吗 对吧 活动场所 这很有意思 感情的活动场所在沙龙 现在沙龙 台湾的沙龙 或大陆沙龙 好像是跟法型有关 就跟这个咖啡 怎么谈天 相对人的关系 就没那么大 不过台湾的沙龙 好像又让你喝咖啡的 也可以聊天的 而人本庙 Temple of Humanity 这Humanity 是孔德创的一个 它叫Religion of Humanity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知道把它翻译成人本教 因为它真的不是一个 崇拜超自然的东西 它崇拜一个太神圣的 超人格的东西 它崇拜的就是一个人 然后这工人就是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呢 在台湾是好像高尚人士去的地方 在俱乐部园艺 就是一群人聚在一块的 一个地方这样的 所以这是孔德 然后接下来人性论 跟其他社会秩序 你看又可以 情感发展 跟情性知性活动 可以有公民的 集体的普遍 它对这种分类呢 真的是乐此不疲 这个我在其他处都没看到 活动发展 征服防御劳动 思想发展 神学 玄学 科学 这就是我们所谓三阶段论 又可以叫虚拟抽象 实证 实证有时候要展示 那同情的本能是附属 尊敬 仁慈 阶级呢 是女人 哲学家 工人 这我们刚刚讲到 三大支柱 个人发展要是 婴儿 孩童 青年 人种呢 是黑种 白种 黄种 社会支柱 军事 封建 可是为什么是这样 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像中国传统的 那个武德宗史说也是 社会领域呢 是家庭 国家 人本 政治发展是攻击 防御 工业 宗教组成是崇拜 教理 生活 宗教发展是拜物教 多神教 一神教 文化领域是师 哲学 政治 道德组成是美 真 善 历史的阶段是古代 中古 进古 然后实证口号是爱 秩序 进步 好 接下来孔德的部分呢 因为他是社会学这个字眼 法文的sociology 后来的英文sociology 德文的sociology 他的创始人 所以我们就把它稍微说一下 这大概是他1839年时候 出版这个时政哲学讲义 这是他的早期作品 在第四册第47讲中 提出了这个字眼 这是拉丁文socios 这是结社的意思 跟希腊文字为logos 有学问的意思 拼凑出来一个字眼 然后他早期是先用社会物理学 但是有一个比利时的统计学者 叫 Adolf Ketelet Ketelet用了这个名词以后 他为了跟它区隔 就用了这个 我常常觉得有时候 为什么你要换名字 不是他换名字呢 到底是Catalabi 他有名还怎么样 这件事情我就一直不懂 或者他发现呢 这个什么东西 加上一个social 这个字太 这样的命名法太容易了 而且这是有借人家 physics的这个嫌疑 所以换一个名词 可能有他的意思 但他也用过 像社会科学这样子的 笼统的称呼 我们现在讲 社会科学是一个总的概念 可在孔正的时代 社会科学跟社会学 是一样的意思 其实到后来我们讲到 Herbert Spencer也大概是这样 大部分时间 他们会用社会学的字眼 那少部分的时候 他们会用social science 然后不用复述的social science 然后也是第46讲 第49讲都用了social physics 那这边是47讲 47讲用了这个 所以这是后来 大家就慢慢采用了这个字眼 所以他的历史有这样 然后他把社会学 分成两个部分 这也是根据力学 叫做静学跟动学 就加上了社会两个字 那我们现在在社会学里面 大概有的说法 这是马克思的说法 就是基础上升建筑 以及这个历史发展的问题 发展的阶段问题 发展阶段就是社会动学 这里写的不完整 应该再补充一下 第二个就是结构跟历史的问题 所以研究社会结构就是社会静学 研究历史就是社会动学 那后来又叫社会结构 跟社会变迁的问题 所以大概他的概念 基本上一直沿用到今天了 那社会静学包含什么呢 他前后期的讲法不一样 前后期他还讲到一些 个人的问题 后来他就强调 社会研究的不是个人 社会研究的最基本的单位 是家庭 所以家庭在他前期说法 跟后期的说法都一直有 也都是社会静学的重心 社会学的课本 一定有家庭这张 但是我一直觉得 台湾的社会学界 家庭社会学一直不是很红 家庭社会工作 或者什么家庭心理治疗 这倒是很重要的 家庭社会学 专门的课非常的少 没有每年开 不像经济社会学 或者什么政治社会学 那么受欢迎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我们学界研究 家庭社会学 相对而言 是非常少的 相对于其他学科 因为家庭是那么重要 应该有很多人学才对 或者很多人是这个专长 结果没有 另外他有一个部分讲社会 可到实证政体系就没有了 他衍生出来宗教 财产 语文 社会组织跟社会存在 当然比较大的问题 社会存在现在不知道什么意思 其他的大概现在都还是 社会学会教的这个范围 那社会学原初理念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你可以知道当初是怎么想的 跟你现在有些人想法可能略有不同 第一个不是 特别不研究个人 他研究家庭 第二个他研究两性关系 他在早期的时候强调性别的这个隶属关系 他早期的时候认为男的比女的强 所以男的要有宰致女人的权利 女性的权利 那女性要服从男性 他认为刚开始认为这是自然的 类似这个自然的隶属 后来因为碰到Couture的让他对女性产生了一个彻底的改变的观念 所以后来他的想法就不一样 就是男女基本上是站在一个相对平等的位置 那亲子关系呢是年龄的自然隶属 他说因为起先是必要 后来是感激 特别讲亲子关系 手足关系 他讲的不多 但是这个讲起来就跟中国的五轮就很像 中国五轮里面有三轮是在家庭里面 父子夫妻跟手足或者叫兄弟 那那个朋友跟君臣那就是家以外的关系 那社会他认为包含所有的人种 特别所有的白种 那个时候你要说他是什么东方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 这都不是太稀奇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大家对于外在世界的知识很有限 你光像现在这个资讯那么丰富 还是很多人是抱持着这个我族中心主义 对别人还是有一些误解或偏见 这个还常见 你就不用讲以前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政府就是政治社会学研究 所以当初的研究范围是有这些的 那另外一个这个 其实是在研究方法上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如果研究有所谓的策略的话 或者 Robin Merton曾经用过一个字叫 Strategic Research Site 你做一个研究 要怎么去选取一个有战略性的一个研究的这个位置 或者地点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孔德他们就认为基本上简单说 我研究一个正常人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我研究一个所谓不正常的现象 就能够彰显出来正常的范围或边界在哪里 所以像美国的最早的社会学系是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刚开始都在研究犯罪贫穷 这种所谓社会边缘现象 那为什么要研究社会边缘现象 因为研究社会边缘现象才能彰显 那社会规范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所以社会学一开始 至少是美国的这一派 不是从理论出发 而是从社会边缘出发 那这个的理论的基础 就是这个叫Social Variations 或者Variability的问题 这里呢 1842年他在结尾就提过 说社会洞穴跟变异性 变异性的处理是抽象独立时空之外 那社会洞穴处理是特定时空的现象 那理论要跟实践或实物配合 因为我这个翻译都是很早的翻译 这大概二三十年前 我刚开始读孔德兽的翻译 那这边有讲到 我这个标开体的都是引用正文 如果不是标开体的 有时候是强调 这个有引号里面 那这就是他原文就强调 那有的是那个改写 就不用引号了 anomaly 毅力 最后来在这个孔恩的这个科学革命的结构 这本书里面出现过这个子肠 毅力跟正常秩序的差别 在两者的程度 不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 这个跟我有一阵子碰到一个朋友 他得了癌症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们所有人都有癌细胞 只是你癌细胞的数量 是不是到达了一个 超过的一个警戒值 超过警戒值 他就说你有癌症 你如果没有超过警戒值 那就是你没有癌症 但是你有那个细胞 只是你的细胞的那个比例多少而已 如果你超过了很多 那就是第一期跟怎么第四期 这样的差别这样 好 第二个 在现象秩序中 其内在行动 同时你一连串的变迁 每个变异性的状态 都是常态性变成一面 所以常态怎么样变成 所谓的变异性 那就是量不断地增加 这个在马克思 或者在这个黑格尔说法 就从量变到质变 量变到质变 这是enamaly 所以它的程度的差别 不是有 全有或全无的这样 不是一个新的现象 正常秩序里面 如果我们站到现在的说法 正常秩序里面 一定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状况 比如说 土耳干后来就说 社会有犯罪是正常的 其实这句话说得不够精确 说社会有一定比例的犯罪 是正常的 就像社会有自杀 应该说 社会有一定的比例的自杀 是正常的 那这个需要有一个数据 来做基础 所以你没有一个常模的概念 没有一个平均数的概念 你在谈这个是有什么意思 或者没有一个重数的概念 或中数的概念 你在学统计 刚开始都会学到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那平常就是有这个东西 那你这个量超过了这个 那就是 超过到某一个警戒地步 就是anomaly 就是一个变异的状况就出现了 所以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现在讲的很容易啊 所以什么都没有开始流行的 那开始流行 你怎么知道它开始流行 像我的牛仔裤穿了这一阵子 终于破了 我那天终于说 哇 我穿了那么久 才赶上流行啊 我的牛仔裤破了一条线 我想说我是不是该扔了 我才说千万别扔啊 继续穿啊 你穿这张街 你要觉得你时髦老头啊 那牛仔裤破一条啊 这样 你这样把它扯大一点啊 然后破的更大 然后就是更时髦的老头 我穿了多久才破成那样 所以这也是 这当然不是很恰当的 但是多少可以从正常状态变成一个 原来前几天只破两个小洞 然后那天出门再走一下 那两个小洞连成一条大线 这样 好 所以这变异性的观念是受到这个人的影响 他认为疾病现象健康是同质的 只有强度的差异 现在也是这样子啊 我到医院去检查审理 啊 孙老师你这阵子的这个 血压正常 血糖正常 这个超过警戒值 没有超过警戒值 有的时候就稍微偏高 你要好好注意运动 注意饮食 那也就是你偏的太高了 那就是要给你吃药 你偏的不高 你还可以靠这个自体的力量来改变 这个也是这样子 疾病现象跟健康现象同质 所以后来有些科学史上研究 正常跟所谓的异常现象 或者病态现象 这个就是那个分野 可是我们很多人呢 因为太过于道德 所以这个分野就很不清楚 我们所有人都有做坏事的潜力 男人每个人每天都把强暴女人的武器 带在身上 但是有多少人会真的去 做那件事情呢 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 这个有时候是程度的问题 不是有无的问题 那我们对社会的认识就会很偏差 而变异性理论呢 第一个来自内部 每个秩序会产生变异性 那刚开始可能就不断累积的 一个人怨恨 那只是你一个人 十个人怨恨 一百个人怨恨 一千个人怨恨 政府的某个措施 那后来就会造成一个风潮 所以这个就是数量的问题 当然现在有一些是靠点阅率 有一些是靠这种互相影响 就靠假新闻 都可以造成那种 另外是来自外部的 其他最反应产生的变异性 别人都那样 为什么不行 像我们台湾马上要选举了 下个月 我们有公投 听说有九个公投 你光选票 你都不知道哪一张是哪一张 然后我就看了新闻说 我们的公投还不如瑞士呢 瑞士一年有十个公投 然后瑞士的公投程序是什么 那个程序一讲出来 我觉得我们台湾好像缺少那个程序 我们只是有结果 公投 那更糟糕的是 我听到以后我就很惊骇 说如果公投过了 政府不执行 没有任何罚则 如果这是真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特别注意这些 如果大家闹了半天 然后公投某些事情 然后过了 政府可以不理你 然后既然没有罚则 那我们的公投干什么呢 就像民意调查一样 你调查了嘛 好吗 好吗 那我们干嘛花那么多时间 然后花那么多精力 那都要钱的 然后去办公投 然后最后 不会发生什么效力 只是表达了某些情绪 比如说 我们要什么 东奥证明 我们要用什么 对 然后人家国际组织 不理我们的话 然后我们要 到时候说我们是不去呢 还是怎么样 那运动员练了半天 然后说我们不去了 因为降低我们的国格 不去了 那不是会变成 一个很尴尬的情境吗 我就不知道 这个到时候 反正下个月就会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这是另外一回事 变异性的种类 接下来 那变异性会分成两类 从先前一个知识 所引发的变异性 跟后续的引发的变异性 所以每个事情 都有它的前因后果 那托尔干在社会学方法规则 有类似的概念 我觉得应该是继承之孔德的 尤其是托尔干的 社会学方法的规则 因为那是有两个版本的问题 我现在看不懂第一版 所以我不敢写那本书 不然我就要把 孔德跟这个托尔干 怎么样把它连接上 甚至中间还经过 Johnston Mill 特殊的像干扰 病态革命 这都是历史上很特殊的现象 那变异性的来源 有些是从环境来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所谓的影响变数 第二个是生命的影响 就从你的个人的生命 这是环境 这是生命因素 或者是生物因素 第三个是社会学影响 就是社会因素 第四个个人对社会影响 是反过来的 所以会有这些变异性 就是这样来的 那第一个它就是 四组变异的发展 法则 它重视法则 不要忘了 这个法则呢 就是从培根而来的概念 所以培根不是 不太重视原因而已了 还要强调法则 所以他认为文明会削弱 气候的影响 以前 刮风下雨 死人会更多 现在死的人相对而言 相对于古代 那种没有文明的状况而言 死的人已经相对而言是少了 是这样的意思 不是不死人的意思 当然这个气候的另外一个影响 可能是孔德没有看到的 就是现在所谓 气候变迁的问题 不过你只要从美国总统 川普的看法 他认为这些都是骗人的 气候变迁更没这回事 那这样孔德的影响 孔德的这个说法又有道理了 第二种族的影响会逐渐减弱 可是我们现在看在 世界重要国家里面 种族影响还都是很强烈的 尤其种族混搭的 这个宗教的影响 第三是一个国家 对其他国家影响会逐渐减弱 这个好像也没发生 因为至少我们在台湾 就有一个候选人说了 我们是别人国家上的 什么旗子之类的 我们总统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了 所以会影响吗 至少我们在台湾的感受就不是 我们的自主性好像相对人比较弱 都是要看别人怎么处理我们 第四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会逐渐减弱 那看什么样的个人 有的人很有权力的个人 他发起一个运动很多人会参加的 他说一句话很多人会相信 那小人物做事情就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光是那个反核的问题 有如果是某某人出来这个静坐或者游行 马上那个同情心票很高 然后另外一个小人物出来 你这么做了半天快死了都不会有人理你 对不对 所以同样的一个议题 你是赞成他是反对的 同样一个议题 你的社会地位的高低 就会对这个有不同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个说法显然是需要修正的 那他提到一个这个mental alienation 英文是这样翻译的 因为大部分人都以为只有孔德 只有马克思谈这个异化的问题 那是因为你只读到他读异化的问题 人家怎样读到别人都有这个看法 这不是只有他有这个看法 你看这个图尔干在这个社会分工论里面 的后面的章节也提到的是异化呀 你看齐梅尔的货币哲学最后一章 也提到异化呀 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基本上 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出版 所以这个在1932年以后 1928年以后才在那个 可是我刚刚讲这些都是在1928年以前 大家就发现 所以这不是一个新的发现 不是只有马克思才发现人的异化的问题 孔德就说过了 所以这个mental alienation 这里我特别说明一下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never was there a time when the term mental alienation in its etymological sense could be more truly applied than to this melancholy spectacle 透过这种忧郁的这个角度 或者镜头来看 of the entire race of the living soundly rebelling against the beneficent rule of the past even the act of dreaming about the future 所以这个整个种族都有这种对未来有些悲观的看法 逢我程度跟心理力化有一点点关系 好 那变异性的概念对于土耳干的影响 这我刚刚说过在这个第三个部分 在社会分工论 在自杀论里面呢 他有对这个自杀是为社会变异现象 因为他说一般自杀有一定的比例 也是正常的 就像犯罪有一定比例是 然后社会方法规则对变异性强调 然后宗教生活基本形式 也在前一个社会类型作为当今变异找到根源 这个都跟后面有关系 那社会动学或者social dynamics 或者叫人类社会自然进步的理论 或者叫历史哲学 他认为人类演化的速度受到三种程度的影响 第一个是无力感 这是用那个法文only 你觉得无法发挥你的权力 这个当然也跟这个异化有关系 异化的一个重点就是powerlessness 你会觉得自己对于这社会的一切 几乎是没有任何能力可以改变 第二人类生命有限 还有人口的增加 人口一直是一个大的问题 对于社会现象来讲 好那社会动学呢 又说人类演化持续分成三个 就是三阶段的 紧张家的前面这个描述 原始的神学状态 过度的玄学状态 跟最终的实证状态 历史学家最麻烦就是 他会把所有的东西到后来都叫最终的 难道历史到底就结束了吗 这就是西方的这种基督宗教的影响 认为会有一个审判 然后最后好坏一帆两正眼 中国人的易经是没完没了的 不断地没完没了 也不是循环了 就是没完没了 我觉得看起来像实 三阶段的呢 这边就是神学的 或者叫虚构的 玄学的 或者叫抽象 科学或者实证 所以我们现在照他的说法 我们现在在第三个阶段 这个跟这个是对应的 那不同的说法 人类演化至于跟他三阶段论 然后只是说他认为 这个在所谓个体发生学 跟在总体发生学 个体发生学就是说 每个人从小的时候 你是属于神学阶段看事情 然后后来中间的时候 你会从玄学阶段看事情 然后后来你会从科学阶段看事情 那人类历史发展 他也认为是这三个阶段 早先是神学在影响力 特别在西方历史上 后来是哲学在影响力 后来是科学在影响力 这后来所谓科学革命的问题 这个是他的说法 这三大法 这可以靠着观察实验 跟比较而得到验证 这是三个 我们刚刚讲到实证的方法 但是三阶段 不是说一个阶段完了 另外一阶段就不存在 因为三阶段都是并存的 只是哪一个多一点 哪一个少一点而已 所以这个是 然后神学跟军事政权息息相关 然后实证跟工业精神息息相关 这里面要强调 军事政权跟工业 这两个区分法 后来在Herbert Spencer 变成是两个重要的 社会的类型 就军事型跟工业型的社会 那早先人类社会是属于军事型 工业革命以后变成是工业型 那 Spencer到底跟孔德 则之间谁受谁影响到什么地步 这个到现在为止也都还是一个问题 好 那这个更完整的说法 就是人类历史演化 经过神学 玄学实证 神学经过这三个阶段 然后有趣的说法 这个是一般人没有注意到 那孔德有讲到 这三个阶段的哲学是有三种主导阶级 一般都没有这样告诉你 神学阶段是上层阶级主导 学经阶段是中层阶级主导 实证哲学是从下层阶级主导 一旦与下层阶级关系 能够充分建立起来 实证哲学就能找到经济上 跟社会上自然而然的重大支持 而神学哲学是于上层阶级 它力图永久支持其政治优势 行为上层阶级主要向中层阶级 它支持它野性伯果 所以下层阶级可以造成 是实证哲学的重要的支柱 他刚刚其实有讲到 我们也提到 就是工人女人跟哲学家 那这跟马克思的这种 无产阶级的理论 你觉得差别很大吗 至少这个阶级的这个演变 好那这个是孔德那个时代 有另外一个人叫孔多赛的影响 他把人类分成这十个阶段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跟西方的历史是有关系的 那圣西蒙呢 曾经列了十二个发展阶段 这个有一个 你如果有兴趣 你去找这十二个发展阶段 这圣西蒙 圣西蒙孔德曾经做过他的秘书 后来当了八年 然后两个人就闹得不愉快 然后孔德后来宣称 圣西蒙的著作里面有八篇文章 那都是我写的 收在他后来的书里面 其他的他就算了 那孔德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也几乎没有人讲到 我念到这个时候我都吓一跳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 类似东西是出现在 美国的社会学家 Parsons 1950年代的说法 然后他引用的不是孔德 意思就是说一百多年后 有人的想法跟他很接近 这个就像牛顿要成立一些 要有些基本法则 所以他的第一哲学总共有15条法则 第一哲学这个概念是从 亚里士多德来的 普遍法则 Universal Law 是强调主客合一的 有最简单假设 有所谓规则不变的假设 跟法则可塑性的假设 我念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中国人讲 易经 易有简易跟变易跟不易三种性质 这个是不易 这是变易 这是简易 天哪 完全可以配合得上 没有证明这孔德读过易经 但是这三个基本上就是 易经的那个基本的原理 就简易便易不易 然后第二条是由主观为主 是第一分组跟第二分组 下面一页是第二分组 第一分组是所有主观的建构 都受制于客观的材料 所以这是客观受到主观的影响 主观受到客观的影响 这个现在听起来主观客观 没有跟我们现在有太大差异 这个法则由建立所发 此法则由谁 这我这漏掉一个人 由什么所建立所发展所完成 这样 然后法则不仅适用于理性状态 又适用于非理性状态 就是主观受到客观影响 第二内心的意向 比外在的印象要来得更不清晰 跟更不鲜活 所以外在印象是比内心的 那这个是现在认知科学的问题 或心理学上的问题 第三除非完全心灵异化 从来说外在才会完全控制内在 所以心灵异化就是外在控制内在 然后脑中同时分歧 意向中只有一个占有主导地位 这是他认为社会禁学的主要观点 有这三个 然后社会 第二分组是社会洞穴的观点 就三阶段论或三状态论 思想的进步是由虚假抽象实证 物质的进步 特别人类活动是征服防卫工业 道德进步是家国种族 这个刚刚在那个三分法里面都可以看到 然后第三个分组是以客观为主 原以数理现象为主 第一批三大定律由 钱利略牛顿 这叫惠根斯吧 看这怎么翻译 等人提出来是力学理论的基础 可以一体适用其他现象毫无例外 然后没有外力影响之下 每一个动静状态皆为止其原状 这就是牛顿力学的那个原来 几乎没有变化改变 第二个 每一个原有系统的力所造成运动是相容的 构成每一系统的力都受制于同时的改变 而此一改变的同等程度影响到系统中所有其他部分 第三 每次接受的时候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相容 这几乎是一模一样超过来 他认为可以应用在社会人事上面 可是光我们的经验或者这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就常常不相等 这个就是后来研究革命的人 你照道理说政府压迫越强 老百姓反弹是跟那个利益应该相同的 可是研究革命的人常常最大的困扰 就不知道革命在什么时候会发生 有一个理论说革命到了有一点会发生 对 然后那一点是哪一点 就说不清楚的 历来社会学里面研究社会运动的 特别是研究革命的人很多 有一个叫J-Curve 有一个什么东西到那阶段在哪里 去研究世界各国的革命 发现你这个事事后可以证明那时候发生 但为什么在那时候发生 那并不是会发生的最 所以很多地方 我们目前知道还是偶然的因素居多 或者说偶然就是我们现在 还没发现出控制它的重要变相 所以才叫偶然 偶然就是你不能解释 或者你的变相没有这个东西 第二分组 第一哲学十五跳法 运动理论受制于存在理论 意思说静学研究影响到动学 进步是特殊秩序的发展 所以进步还是秩序的一部分 只是它是特殊秩序 第二分类的原则跟普遍性会增减 然后中间状态受制于极端状态 两边要看极端 这当然就是一个固定的均衡 均衡系统的一个理论 好那另外这个我觉得 比马克思讲的要清楚 他认为近代为民的发展 是有四个部分 一个是工业 一个是美学 一个是科学 一个是哲学 如果我们换成马克思说法 这工业大概就是经济基础 其他就上层建筑 科学哲学他都有提到 美学是他没提 马克思没提到 然后最有趣的地方在这里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有意思 文明早晚发展的方向是不同的 文明早期发展是从哲学到工业 就从上层影响下层 文明晚期发展才是工业到哲学 才是下层影响上层 我觉得光这一点 就比马克思的下层影响上层的说法 要完备一点 因为马克思讲的 后来恩格斯几乎在那边修正 其实他讲的就是从封建到资本主义的 这种生产方式的过渡 才是经济才有影响力 那就是这个阶段 可是当然文明晚期是有点夸张了 你好像到了晚期以后就没有了 人就回来天堂了吗 然后四大部分 这四大部分 在不同历史有不同的发展方向 然后发展的速率是不一致 至于这个文明的不同阶段 不同的部分发展速率不一致 这个在二十世纪初期 芝加哥大学的一个社学家 叫William Ackburn William Ackburn的一个说法 就叫Cultural Lag 文化差距或文化脱节 大陆好像翻译什么来着的 我有一年考这个学生入学考试 我就想说考他英文 看他中文知不知道 我就写了Cultural Lag 结果这个Lag呢 显然有个同学没看好 或者怎么样 他就写了文化腿 说譬如说腿上有毛 就是自然腿 把腿毛刮了 就是文化腿 我觉得这个家伙学身体 社会学应该是不错的 那是他没想到 这就是这个文化差距 或文化失调 就有地方发展 比别的地方快 那宗教 这孔德说 人类生活中 个人跟社会彻底的和谐 当生活中的道德跟体能部分 部分都因为考虑到 因为共同的目的而会合 我这显然有一些是那个 这是宗教 所以他的宗教观念跟神没有关系 就是人跟社会的和谐 那照中国大陆现在强调和谐社会 那大概就是这个某种程度 可以符合孔德宗教的概念 到了土耳干 也没讲宗教概念跟神有关 它都是一种神圣的东西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个法国人的有些东西 跟我们中国人是蛮像的 那人本教是什么东西 religional humanity 你可以上网查religional humanity 还有教堂 现在只是没有僧侣了 在英国跟法国 巴黎都还有那个教堂的遗址 他说爱是我们的原则 秩序是我们的基础 进步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会怨倦思考跟行动 但我们不会怨倦爱 实证主义经过感情理性活动的和谐 管制了我们的公私生活 这个情感理智活动 是三大 人性三大要素 然后道德目标 对实证主义而言 道德目标在于 尽可能将同情的本能 置于自私的本能之上 所以社会情感 在个人情感之上 翻成我们台湾的大白话 就是你要用大爱 来取代儿女私情的小爱 然后呢 接下来他有实证主义日历 他这个教呢 每一天要纪念一个 历史上有名的 对人类有贡献的人 当然西方人居多 也有孔子 好像也有佛陀 然后这个 你看我的书上有列这个 然后实证主义文库 他的心目中的好书榜 他认为 不过当然这个 一旦有好书的意思 就是有些书是不值得看的 或者应该被禁 这就可惜了 好接下来我们要换那个 讲义中的几个图表 换这图表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知道 孔德对西方的历史 他真的是有非常明确的研究 很具体的 跟你 跟我们现在学的西方史的观念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你要注意这里 哲学的 科学的 还有美学的 这三个东西呢 在他来看是所谓的思想 就是上层建筑 如果我们翻成 然后这是实际的跟感情的 这就跟他前面讲的不太一样 然后这边他有讲到 抽象的部分 具体的部分 然后这就是人类具体的部分 这抽象的部分 这是在神学发展阶段 好第二章 那这第二阶段 就是进入到西方的 这个历史上是希腊阶段 那一样 这边你看这是哲学的 科学的跟美学的 还在思想 这是 这图表是我画的 不是他原有的图表 好像不对 我制表 你看这个我写 身中心根据什么制表 就是我画的 如果我就直接引孔德 1876 132到202 那就是他原来有的表 所以各位要区分这种 你自己将来的贡献跟你是引用别人的 这要区分 所以如果将来有人用了这个表 然后说他超自 孔德第几页 那就是假的 因为原书没有那个表 所以这个我以前在美国念书 我的老师就说 你要学会把所有现在的表 都用你的想法 用你的研究的目的 把那个表改写 或把它重新算过 那样子的话 你就有新的贡献 如果你就是照章引用 别人已经画了一个表 你就prove就用过来 当然非常方便 马上就填了两三页 但是那到底跟你的文章有什么关系 那是另外一文 所以做学位有时候在这样 如何根据现有的东西来创新 或者根据现有的东西 有一个新的观点 常常就是你用另外的观点来弄 所以我就画了这样的表 要根据它的内容 所以这有具体的保守的多神教 跟思想的多神教 然后他们的重点是什么 这都一一可以画出来 可以写出来的 好 下一个 那神学发展第二阶段 这第三阶段 对不对 一神论的 神学发展阶段呢 是罗马时期 前面是希腊 现在是罗马 那这个他越讲的就越少了 在贵族主政 指征服定居的人 兼并西欧的军事力量 征服三个阶段 征服意大利 征服西麦亚 征服高卢 征服高卢 高卢就是现在的法国 好 这是神学阶段 然后接下来 神学阶段第四 就是天主教跟封建阶段 这个你学西方历史这样 这还是一样 哲学的 科学的 美学的 实际的情感跟那个 跟这个社会 然后这个前面这个呢 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 西元四百到七百年 蛮族定居 引进决斗 第五世纪建造 封建社会出现 原作武士 奴隶变农奴等等 第二阶段是 七百到一千年 大家都三百年为了阶段 第三阶段是 一千到一千三百年 这样子 就是神学的第四阶段 那接下来就是玄学阶段 法国大革命前玄学阶段 然后因为它这个 它的区分方法就跟上面又不太一样 所以这边它是用抽象的 我就用抽象的 它这边有个近代过渡的八种力量 前面是女 前面是女人科学 接下来是工业 艺术 国家 教会 法学家 玄学家 这个它前面没有讲到 然后世俗力量瓦解 跟正面运动 跟负面运动等等的 那这个可以这样的划分 它的那个 我想它在讲课的时候 搞不好都有这个图表 所以讲的时候只把它变成散文这样 好 那这都是你学西方历史都会学到的东西 好 玄学阶段第二阶段 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后 就是他们那个是当代了 他所处的时代 那有所谓的负面运动 negative movement 跟所谓的正面运动 然后这里面也是 正面运动有哲学的 科学的 这边就没有这样区分 然后他把自己发现 这个科学方面 孔德发现社会学基本定律也列在里面 显然对自己的这个发现非常骄傲这样 好 那就没有实证的阶段了 因为那就是未来了 在他当时来讲 所以这是 还有另外他的人性论 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呢 主要是他认为 你看这个画表的方式 我这佩服到不行啊 因为这个表很长 他有十个情感动力 主动时为倾向 被动时为情感 个人的 社会的 个人又分成利益跟志向 特殊的跟一般人 然后又这样分分分 分完这边还可以 一到六是利己主义 八到九是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 Altreism 这个英文字眼或这个原来的法文字 是孔德发明的 在孔德之前没有这个字眼 所以这里有依附尊敬 跟什么博爱 这个就是利己他主义 然后呢这个这里又是 什么从能量减少到能量增加 然后这是趋力 代表了心 然后这咨询代表了质 然后执行代表了什么品 character 这种分类法 在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是很流行的这种分类法 两个相度 然后你可以这样画 把它涵盖在里面 我佩服到不行啊 从这边分跟从这边分是不一样的 现在很少人画这种图表了 现在图表都很 One dimensional 现在是multi dimensional 然后这是什么手段 然后这是什么结果 那时候十九世纪的书 很多很喜欢画图表 而且画得非常好 来下一个 那是有关 人性的部分 然后他对实证科学分类 我们刚刚讲到 抽象的具体的 然后这里是理论的区分 地的研究 或者是宇宙人的 宇宙学的研究 然后这边呢 你看是外在秩序 这历史区分 这叫理论区分 抽象的 或者是数学 然后这边是物理学 这边第三个是生物学 然后第四个是社会学 第五个是道德 所以我刚刚说有五种分类 是他的图表里面 自己写五种 但从正文看应该是七种 这样 然后这个你在那一张会看起来 比我们这个清楚很多 这是他对实证科学的 用图表显示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接下来进到马克思 好那谈马克思 这两个人有名到不行 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你看这个字就没出来 这边说马归马 马恩归马恩 恩归恩 这个原来是这样 本来我想说颜色暗一点 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大部分人的解释都不是这样的 大部分人因为觉得马克思很伟大 所以不管是马克思写的 马克思恩格斯写的 或恩格斯写的 都一律归成马克思写的 所以一派立场是 所有东西都是马克思的 那我这一派是比较相信 马克思的归马克思 恩格斯归恩格斯 他们合作的 我们能区分区分 不能区分就没办法区分 就把它变成他们两个和谐的 没有人说他们所写的东西都是恩格斯写的 为什么要这样区分 因为有时候恩格斯讲的话 并不是马克思讲的话 后来最近看完那个葛兰西的书 他也有提到这样的东西 就是他们恩格斯有时候 有他自己独特的贡献 那马克思的部分 那个马克思写过关于费尔巴哈的 关于费尔巴哈或者叫费尔巴哈论纲 那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是经过恩格斯教定 但那教定没有太大的问题 没有因为我那个讲义里面 我有我花了很大时间做的那个对照 那这里面呢 这种阴影的部分就是原来没有的 这边没有的 这边才有阴影的部分 可是都不是重要的话 都不是重要的话 他总共有十一条 那这里面呢特别强调的是 第一条强调的是 过去的唯物主义 跟他的唯物主义什么差别 因为他这边特别提到 要这个什么感性的 对事物 这个事物呢 Gegenstein也可以翻成对象 跟现实跟感性 从课题或直观的研究去理解 不是把它当成感性人的活动 所以在这里 他是要批评旧的唯物主义 没有把这个活动当作是感性人的活动 可是具体而言 什么是感性人的活动 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 他没有当作实践去理解 所以后来在1970年代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者 特别新马克思 很强调实践这个事情 意大利的葛兰西 当然在1970年代以前了 甚至把这个马克思恩格斯的 会马克思主义呢 就称为实践哲学 不知道是为了避讳官方的搜查 还是他认为强调这个 强调的是实践 可是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理论跟实践合一的 理论的指导是非常强的 所以你只强调实践 就好像我觉得就断了一条腿 所以他这边强调能动的方面 被这个发的 所以他要强调是感性的活动 他没有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客观的 这话都非常难理解 但我要特别强调能理解的部分 这边 这是新增加的话 没有什么重要的话 他说环境的改变跟教育的 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 环境改变人跟人来改变 这事情真的是很难 很难一刀就切得很清楚的 教育者本身一定是受教育的 后来有的翻译说 教育者本身一定要被教育 所以这个是有不同的翻译 因为这是一个被动理解 然后大概就强调这里 所以环境改变跟人的活动 或自我改变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 合理地解释为革命的实践 所以这个有的地方 可能跟后来共产主义国家 强调劳改 有一点点关系 传统认为老师很伟大 老师伟大什么 去跟农民学习 就被下放 第六条 这边讲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 就是他那时候读费尔巴哈的东西 然后归结于人的本质 然后这个人 这是原来强调的 所以有一个邪体字原来 人的本质不是单由各个人固定的抽象物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 这个这句话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就是人的本质这一点 经常被马克思主义者拿来证明 马克思主义是强调人际关系的 可是在我们后面讲到历史文物论 经济基础 那个好像看起来都跟人际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强调人际关系的总和 就是人的本质 这点很有意思 我就不知道 经常被指这句话 就孤立起来强调 第十一条 那更不用讲 我在柏林大学 进到柏林大学的那个大厅 上楼梯的地方 就摆着这句话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他写的是德文 两德统一以后 因为原来那个柏林大学在东柏林 两德统一以后 他们曾经开会 讨论要不要废掉那个标语 那个口号 结果大家都投票认为该留下来 所以虽然两德统一了 柏林大学进去的 柏林的那个柏林大学 进去了洪宝大学了 那个标语还在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还在那 1997年的暑假 好 那这个马克思强调宗教批判 宗教批判其实就是意识形态批判 我们说过 因为在西方宗教是他们的重要的思想的根据 马克思认为反宗教的批判 根据人创造了宗教 不是宗教创造了人 这个当然跟宗教的信徒想法是差很远的 特别是基督宗教 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类 不是人类创造了上帝 那福尔巴哈这些人 所以唯物主义者 都就唱的是反调 就认为人创造了宗教 我在高中的时候 知道人创造宗教这件事情以后 对我的震撼非常的大 我觉得啊 虽然我不信教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原来可以有这种想法 所以这个人创造宗教 而不是宗教创造人 就是说宗教是那些 还没有获得自己 或再度丧失了自己人的 自我意识跟自我感觉 你会有宗教的关系 就是你不知道人的自我 人是有自我意识跟自我感觉 你没有 你觉得上帝是你的一切 但人并不是抽象的 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 人就是人的世界 就国家社会 所以我们活在社会 他的社会是用了一个 非常罕见的一个 Rotietet这个字 这字基本上在现在 一般德文字也是查不到的 我们现在都不 学德文讲到社会 都不会用到这个字的 所以这个用了一个 这个罕见字 国家跟社会产生了宗教 以及颠倒了的世界观 因为他们本身 就是颠倒了世界 因为你不从经济来看 你从意识形态 从宗教来看 对它来讲就是颠倒了 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 是它包罗万象的纲领 它的通俗逻辑 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 他们很喜欢做这种 文词上的这种堆叠 特别是马克思 他的文章 你光从中文本看 都已经觉得不得了 写得非常好 那德文一定是更没有问题 我猜 他的热情 他的道德上的核准 他的庄严的补充 他借以安慰跟辩护的补充 宗教把人的本质 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 意思是说宗教就把这一切 幻想变成了你 你相信真的有那个东西 那真的没有那个东西 简单讲这样 他这边人的本质 刚刚前面讲 不是人的本质 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吗 因为人的本质 并没有真实的现实性 所以反宗教的斗争 间接的就是反对 以宗教为精神 慰藉的那个世界斗争 所以我们反宗教 就是反对这种意识形态 我们要让你知道 人是活生的人 人是那种社会关系的总和 简单说是这样 所以要批判宗教是这样 那你想这在当时 会引起多大的那种 但是如果只是思想 或者只是少数人批判 这个问题很小 所以后来为什么共产党是 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是无神论 就跟马克思这话是有关系的 因为是人创造了宗教 我们既然能创造了宗教 我们也可以不要宗教 你只要有这个自我意识 跟自我感觉就行了 当然现在很不幸的 自我感觉 跟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 真的历史的误会 另外就费尔巴哈的 所谓内本质的问题 Gatonsvesen 那什么叫内本质 就是人作为人类 它的特性是什么 简单讲是这样 人类的类本质是这样 人自己意识到 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 形成类 人作为一类 叫人类 对不对 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 就是什么 费尔巴哈说的 就是理性 人是有理性 意志 Villa 跟Health 心 或者有时候意识情 这是人性的组成要素 刚刚孔德讲的人性 是情感 理智跟活动 这里理性是一样的 心可能是情感 活动 这边就讲意志 所以这不太一样 也是三个 一个完善的人 必定具备思维力 思维力显然是理性 意志力 意志力是Villa 意志 跟心力 思维力呢 是认识之光 意志力是品性之能量 心力就是爱 慢慢的 你觉得孔德 有差很远吗 你觉得很像吗 他们好像彼此并不知道 理性呢 爱跟意志力 这是完善性 也就是最高的力 这就是作为人的人 作为人的人 力 绝对本质 所以人的本质 就是这三个东西 然后就是人存在的目的 好 这句话是费尔巴哈 在宗教的本质里面说的 我读书读到 读了多少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大家都讲到类本质 然后没有人去 引证费尔巴哈 一直到我 我当然也可能 没读到那本书 直到我自己去 那边说 这很清楚吗 类本质是什么 我以前开过会 也问过那个大师 就请问一下 马克思说类本质是什么 他就过去了 我也没听懂 类本质是什么 然后我在念书的过程里面 二手资料 常常提到 马克思用的类本质 那其实是费尔巴哈 那费尔巴哈类本质是什么 这个书我还不必看很久 第30页到31页就有了 还不必把书看完 然后我就写到清楚不行啊 你站不站成是一回事啊 很清楚啊 对吧 这就是所谓的类本质 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异化 那异化就是跟人类 跟人就不是人了嘛 简单讲 就是你为什么不是人 你已经没有了意志力 没有了理性 没有了心嘛 简单讲就这样嘛 好 再回过头来 所以这是人的类本质 一定要插上这句话 后来我在写的马克思书里面 我就把它 把这个给讲 另外就最有名的这句话 就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这句话具体而言是什么意思 你要把它放在脉络里面看 因为他已经反对宗教 因为宗教给你错误的 并没有解决你根本的痛 只是解决你表象上 所以宗教里的苦难 宗教里的苦难 宗教里的一堆苦难 包括耶稣都是苦难的 是现实苦难的表现 所以他只是反映了现实的苦难 不是只有耶稣有那样的苦难 如果你是像耶稣那样子的人 或甚至一般人没有像耶稣那样 你都会有苦难 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 你能怎么办 你在那种情况下 你根本就不能怎么办 然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 就被钉上十字架 上帝有来救他吗 没有 他钉上十字架的时候 听说最后讲了几句话 其中还有一句说 你为什么抛弃我 有时候他不是讲那一句 他怎么会讲那一句 如果你相信有一个人会来救你 然后最后你都快死了 他来不来救你 不就是你为什么抛弃我吗 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对不对 一个人已经离开 我们要走了 说好 我约在明天 下午五点钟在哪里 我会跟你说清楚 然后你就下午四点半 你可能就已经在那 你可能一直 下午都在那边等着 然后那家族竟然没来 你要怎么想 他被车撞死了吗 最好是 对不对 如果你很生气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你想说他为什么抛弃我 你不是要跟我讲吗 然后时间到了 为什么不跟我讲 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情 如果没有什么发生的事情 你是什么 你都爱远远地看着我吗 好 回到这里 对不起啊 这个话讲得太过激动了 宗教是被压迫心灵的叹息 只有那种被压迫 你不知道怎么办 只好创造一个神来挥回自己 然后那个神会来解救你 因为现实生活 没有人会来解救你 所以你要创造这个 所以你要相信上帝 然后上帝会来解救你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说宗教是被压迫 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感情 你被压迫 你就觉得这个身上没有人关爱你 没有 耶稣爱你 上帝爱你 所有人都不爱你 他们爱你啊 我一直走在街上 就有一个人 跟我说耶稣爱我 我说谢谢 我实在总比有一个人说魔鬼恨你 对吧 意思是差不多的 无情世界的感情啊 你都觉得 尤其是你 如果生活得很安逸 你不需要这个 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都对不起你 你真的非常需要这个 宗教可以这样 正像它是没有精神制度的精神一样 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 那个制度没有精神 但是 你就没有依附的地方 简单讲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那鸦片的作用是什么 鸦片的作用是解痛 你知道如果在医院里面 你痛到某一个地步 你要打马飞 需要两个医生同意 你才能打马飞 马飞是管制药品 当什么药都压着不住的时候 所以呢 宗教这个鸦片 可以解决你的痛 但鸦片 如果也有可能会成瘾 所以这里具体来讲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是前面这段话 就告诉你 你其实不必用宗教这种鸦片 那重要是什么 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 幸福的宗教 你干嘛用幻想的幸福 你可以追求真实的幸福啊 也就是要求人民的 现实的幸福 对啊 我要求现实的幸福 我干嘛用宗教来 来欺骗自己 那根本就假的 我要现实幸福 要求抛弃 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 不要认为有个人会来救我 然后在这种烂制度下 也就是要求抛弃 那需要幻想的处境 你看这就是把这名词换过来 他非常喜欢玩这游戏 因此对宗教的批判 就是对苦难世界 宗教是他的灵光圈 这灵光圈后来 在这个 班雅明 是不是要翻成班雅明 对 班雅明的那个书里面 就有一个oral这样的概念 然后就是那个 你看那画的圣人画像 头上都有一圈 那是宗教的灵光 批判的胚胎 所以这里面已经昭然若揭 告诉你一定要反宗教 因为那东西是 对你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压迫 让你觉得好像在压迫上 你才能生活 但是你为什么不追求 现实的幸福呢 现实的幸福怎么来呢 就靠共产主义革命啊 所以这个后来人类的历史 这个大概是18多年写的 所以后来100年历史里面 就追求这种革命 当然革命完成以后 是另外一个故事 革命完成以后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当时对大家来讲 所以这个对天主教 或基督宗教 或其他任何宗教 就产生了很大的威胁 所以反共 很多宗教团体都反共啊 他不能不反共啊 你看他反你啊 这个重点在于 这个of heaven这个字眼 这是一个名词形式 动词形式叫of heaven 这是of heaven 废除是什么意思 废除只翻译了 这个字的一个意思 这个字有三层的意思 有抛弃的意思 有保留的意思 有超越的意思 所以你把这个字字翻成废除 你就不知道 还有保留的意思 还有超越的意思 这是翻译这个字的 一个大困扰 钱宗书曾经在 他的管罪篇里面 有一个文章讲到 这一个字富含了三种意思 实在是很丰富 那他对照说 中文字其实有一个字 也是这样 就易经的易字 刚刚已经讲过 简易变易不易 那这易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三种意思 这三种意思 就是说差别天差地 差别180度 好 你看这里 宗教跟自我异化 他认为基本上 彼岸世界的真理 就是天堂 这样子的东西 消逝以后 历史的任务 就确认此岸世界的真理 你不要相信 上帝会解救你 只有人能够解救自己 就是此岸世界的真理 我们讲的大白话 是这样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 被揭穿以后 你认为那个神 其实是你人的自我异化 那根本就是 你创造出来一个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竟然后来来压迫你 让你相信有一个东西会解救你 其实要解救的就是你自己 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 就成了历史批判中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 这是我的哲学任务 我告诉你 不要去仰赖那个 其实你仰赖你自己就可以了 于是对于天国的批判 就变成对城市的批判 所以我虽然批判的是天国 其实我批判的是 现实世界的这种无情 跟这个不正义 对宗教的批判 就变成对法的批判 所以他后来有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对神学的批判 对政治的批判 所以他的逻辑是这样来的 就像你要批判中华文化 你最好就拿儒家当靶子 因为千百年来 儒家基本上的位置 跟西方基督宗教的位置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就是都是统治的思想 然后无产阶级宣告 现存制度的解体 无产阶级啦 这就出来啦 然后无产阶级基本上就等于工人了 只不过是揭示 自己本身存在的秘密 无产阶级出来就告诉你 就是世界要瓦解了 那个国际歌里面唱的 这是最后的斗争 这是最后的斗争 我们无产阶级起来以后 人类社会就进到了 跟西方的这个宗教观一样 就进到了一个天堂的世界 共产主义者的天堂 或者工人的天堂 无产阶级的天堂 其实也没发生 所以因为他就这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 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 到现在还是这样 共产国家没有私有财产 只有你租借权 土地都是国家的 借给你多少年 就是这样 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到 无产阶级原则的东西 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 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 提升在身上 即无产阶级身上的东西提升为 社会的原则 所以社会就是无产阶级的东西 这个号称是国家的东西 就是全部无产阶级的东西 讲是这样讲 然后这句话讲完了 你就以为发神经病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 一个是人 一个是意识形态 同样的 无产阶级把哲学当成自己的精神武器 好 精神武器 物质武器 你看下面这句话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 就不能成为现实 蛤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 就不能成为现实 哲学要消灭无产阶级 哲学把它讲成共产主义 不消灭无产 共产主义要消灭无产阶级 有没有讲错 不然的话就不能成为 无产阶级就不把哲学当成现实 就不可能消灭自己 这就是问题 这个of heaven这个字 翻成中文的消灭 就会出现这种 好像拿枪举枪自尽的这种 让人错愕的这个翻译 所以它的消灭 不仅是抛弃了过去的自己 保留了最好的自己 还超越成为一个新的自己 有这三层意思 这样的话这句完全没有 哲学要让无产阶级的不好的部分消灭 保留它最好的部分 然后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这个就不能用消灭两个字来取代 秦宗书那时候提出一个办法 就你就音译吧 音译的of heaven就翻成奥福贺变 所以哲学不能够奥福贺变 这个无产阶级就不能怎么样 然后无产阶级就不把哲学变成什么 就不能奥福贺变自己 听起来有点怪 有点像讲相声 但是他至少不会把它翻成消灭这么的负面 然后大家拿出去就举枪致敬 因为哲学要消灭自己 不然的话没办法怎么样 变成现实 我第一次念到英文的时候 这个消灭变成abolish 我念到的时候我都怀疑 这不是美帝的英文书 然后被篡改了 要有无产阶级消灭自己啊 后来认真去查 发现就是这样讲的 但是就是因为翻译的问题 这个字眼的问题 好那另外资本论里面说 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应 一样的意思 他讲的很少 因为前面大致讲了 那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不要相信宗教 你把它专心就自 专心自在 改善这个世界 那未来世界都是假的 你有这个世界变好了 就不需要未来世界 这跟佛教人间净土 可能有一点类似 原来的佛教都追求一个彼岸世界 然后后来就有所谓 人间佛教的观念 认为你把这个世界搞好 那现在把这个世界搞好 你可能追求另外一个世界的需求 就没那么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但是这个马克思资本论 不是资本论 就是这个对宗教观念是这样 好那这个 另外一个有关异化的作品 我在特别说到 虽然马归马 马恩归马恩 恩归恩 这里还是要从时间的发展上面 刚好这个 它有个设计的构想 让我选一个图 字有点小 你回去可以看 这是先是马克思在1840年的一个 1840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这是手稿别忘了 连这个名字都是编者给的 就是发现了一个手稿 因为有的因为在巴黎写的时候 后来又简称巴黎手稿 比这个字长很多 马克思1844年也写过一篇 也是手稿 就是詹姆斯穆勒 James Mill 就是John Stuart Mill的爸爸 所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摘要 里面也有一些有关异化的想法 接下来是马克思跟恩格斯 前面都是马克思两人写的 那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 或者叫对批判的批判 所做的批判 听起来像不像讲象征 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这个反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现在已经没有人读布鲁诺鲍威尔的东西 所以你要读马克思的东西 马克思花了很多时间跟那种 后来在历史上留不下什么名的人 在那边论战 你干嘛跟那种咖论战呢 你是A咖 你跑去跟B咖跟C咖论战 不必吧 好那接下来还有1845年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 就前面这个人 以及斯蒂尔纳所代表的现代哲学 以及各种各式各样先知 所代表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这本书从来没出版 所以1867年的资本论 这本资本论其实讲到异化的东西不多 就是后来都讲是商品拜无教的问题 所以大概大概约略来讲 所以到底异化论是不是马克思重要理论 有人认为不是 是他早期理论 你光看这个1845年以后没东西了 67年那个算不算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用的不是异化 所以有人认为是早期理论 所以不重要 有人认为那个理论一直在他的思想中 是一个基底 是一个沉淀 那看你怎么解释 好 那这个异化这篇文章的重要观念 中文就是异化 我念书的时候 因为不准读马克思 所以呢 这个字呢 如果有的话 非常罕见 就叫疏离 疏离呢 就来自英文的 Alienation 那是心理学意义的疏离 一个人不跟别人来往 那就是疏离 而不是马克思意义的 那那个等我回来教书了 1987年 台湾也解研了 开始有些人看到了中国大陆的资料 包括马恩权及什么 那中国大陆翻成异化 所以后来台湾的学术界 慢慢的都用异化 几乎就没有人用疏离这两个字眼 那也没有人说 这是大陆字 所以我们不要用 没有 所以这个 那其他的后来 因为马克思的那个书 慢慢的台湾 原来是地下偷偷卖 后来现在可以卖 你看这是 比较新的大陆的本子 这个大陆反正 每几年就要出一本这种 新的译本 因为是手稿 所以编排方式跟以前不太一样 这是他给新的原因 还有一些注解啊等等的 然后这是台湾的译本 台湾大概 这个应该不是台湾的译本 而是台湾的人写的一个新的序这样 因为这译本 如果要在意也没有太大必要 所以这是 我只是刚好手边带来的 其他我就不能 没办法带了 那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复杂的 原来的原文的问题 跟音译的问题 原来马克思用的比较多的是 antfreedom这个字眼 antfreedom这个字眼呢 如果按照这个 friend是strange 陌生的意思 ant是让他陌生 变成陌生的意思 然后这un是一个 un是一个 un是一个名词形式 所以这个字 比较好的翻译 应该是从字形上 叫estrangement strange 就是意 或者就是末 陌生化 或者意化 所以应该是 所以这边有两个翻译 但大部分人是选择用alienation 这是习惯问题 其实从字形上 estrangement是个比较好的翻译 因为alienation还有别的意思 譬如说 什么什么是不可割让的权利 或不可让渡的权利 英文叫in alienable right alienable就是可以让渡 可以割让的 那那个字眼 alien 那又有外星人的意思 还外国人的意思 所以我们当初到美国念书 都要填一个表格 叫alien 什么什么form 就开玩笑说 我们得称报我们是外星人 如果翻译是这种翻译的话 所以其实比较好的翻译 应该是estrangement 然后另外一个叫ant-oyselon ant-oyselon也有人翻成 alienation 但这个字其实最好的翻译 是externalization 就变成外面 里面变成外面 叫外话 应该这样比较好 那Fergegenständigung 是对象 因为gegenständigung 是object的意思 所以翻译objectification 是没错 但是因为中文objectification 或object可以翻成对象 也翻成课题 所以有对象化 跟课题化 这两种翻译 那这个呢 这三个名词 是非常类似的 因为马克思也没有编字典 他也不是讲说 这三个字有什么差别 从来没有好好说过 所以你只能在它使用的时候 注意一下 那中文就译化梳理 我说梳理已经很多人不用 外话 对象化 课题化 这样子的翻译 那这里说 我们必须弄清楚 私有制 贪欲 劳动 资本跟地产之间 分离之间 交换跟竞争之间 人的价值跟人的贬值之间 垄断跟竞争之间 全部的异化 这里就是ant referendum 就是estrangement 跟货币制度 money system 之间的本质的联系 所以其实异化 跟私有制 跟贪欲 跟劳动资本 这都有关系 那大部分人念这个 异化劳动 是社会学几乎都要念的 我到美国第一个礼拜 就是要念这个异化劳动 然后还有一些 马克思的文章 念的我七分八数 完全念不懂 念完了都不知道在念什么 我在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中文本可以念 而且那时候是戒严时期 也不可能念 所以那时候对马克思 并没有太多好感 以前不懂的时候 好感很多 等开始念的时候 就觉得这家伙给有太多困扰 后来发现很多学生 一直有这个困扰 这不是只有我 到现在学生 很多人还有这个困扰 然后很多人考试呢 就只有考这种简单的考试 请问马克思认为异化有几种 答案最好写四种 最好写工人与早上产品 工人与劳动过程 人与自然的 然后就觉得 完美啊 这就是老师给多少分 你大概就可以多少分 我当初也是这样认为的 后来浩尔念书 发现不是这样 为什么不是这样 第一个这是手稿 第二个你要看后面 所以说异化有几种 人跟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人的异化 因为那个确实在这里面 他马克思有这种标号 有这一二标号 但是没有一二三四的标号 不一致 所以到底是子分类 还是他原来是怎么样 这个是不清楚的 所以有人是这种一二三四 有人是一二三四 人跟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我刚刚不是提到类本质吗 有一次我去开会 那个老师就说 异化包含人跟人类本质 那请问他类本质是什么 弱了都讲不清楚 他连费尔巴他都不知道 然后人跟人的异化 那人跟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我就只要提醒各位 这里是工人 然后后面是人 那工人跟人是同一类吗 工人是不是含在人里面 还是工人就等同于人 那这样才有分类的标准 那这个跟劳动有关 一个是产品 一个是过程 这我们可以理解 那人跟自然跟工人 这分类是 更不在同一类上 那人跟人的类本质异化 这更也不在 这两个又是一类的分类 人跟人 人跟人的异化 人跟人的类本质的异化 那到底有几种 有一种说 一种说 刚刚那是四种说 就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 人同自己的生活 类本质 就是人跟人的异化 所以这三种 其实归纳成一种 所以号称四种 其实可以归纳一种 但是有一个同学跟我说 老师谁谁的书里面 说有七种 所以我讲义里面有七种 但是我忘了是谁的书 所以我也没把它列出来 我怎么算也算不出七种了 虽然我十根手指头 但是我算不出有七种 总而言之 这就是那句话 这个图是那句话的图解方式 我认为不对啊 应该从倒数第五段开始念起 然后回头再看一遍 这是我给后来很多学生的建议 就是你拿了这本书 你把它 这个是我从另外一个东海大学 郑志诚老师的 那个读书的方法 他有些他就把它分段 分段就编号 第一段第二段编号 我那本书就是把 这个184手稿的每一段编号 编了譬如说五六十段 五六十段以后 你把它从头倒数第五段念起 到第五段什么呢 到第五段大概就是这样 上面 我们只从工人方面考察这个关系 工人方面呢 下面我们要从非工人方面来考察 工人跟非工人 这就是分类穷尽的 那非工人是什么 基本上就资本家 我们可以这样子合理的推断 好 一 工人的异化 工人跟人在马克思译 是否相同 我觉得是不同的 人是比较大的类 工人只是其中一类 人包含了工人非工人 简单讲就是这样 第二 非工人的异化 非工人是否资本家和地主 我觉得是的 因为马克思那时候的分类 基本上是属于三分法 就是 理家图 经济学家理家图说 分成三种 资本家 地主 跟这个 无产阶级 或者工人 那地主后来就慢慢地 变成资本家一部分 所以就变成两种分类 好 这里 他一直说了 首先必须指出 凡是工人 就arbeiter 就是英文的worker 那里表现为 外化异化的活动 在这边 异化的 在非工人那里 表现外化异化的状态 我们先不管 我这边中间的 那个翻译 原文就告诉你 翻译是这样 我们先不管 是什么差别 这里就是 一个是外化异化的活动 工人 然后非工人是 外化异化的状态 这是第一个区分 可是这个区分 是工人跟非工人的 第二 工人在生产中 现实实践的态度 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 然后夸号先不要内 在同他对的非工人表现为理论态度 所以这一个是现实的实践态度 一个是理论的态度 这很清楚啊 不管具体意义是什么 但这区分是很清楚的 第三 这是手稿的页数 就表示他在写的时候 第三 凡是工人对 做的 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非工人对工人做 就你自己压迫你自己 别人也压迫你 所以说双重压迫 别人压迫你自己的压迫 但是非工人做的 对工人不利的事情 他对自身不做 我只压迫别人 我不压迫自己 这也很清楚对吧 好 这是下面一段 第五段 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 手稿到此中段 所以这才是他做的东西不是吗 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 这三种关系是什么关系 人跟工人的这个异化情况 所以人跟工人都会异化 不是只有工人异化 你在前面看到人这个异化里面 你就觉得说 工人及老人产品 工人好像只有工人会异化 那提到这里 又人跟自然界 那这个人是什么 如果是包含了工人 那这就不在同一类上 人跟自然界异化 然后就非工人跟工人 在自然界异化 这样才对啊 逻辑上也是这样分的啊 然后人的内本质异化 那就工人 非工人跟自己内本质 工人跟自己内本质啊 不是应该这样吗 这段话不是很清楚吗 所以呢 整理出来是这样子啊 工人的异化是外化异化 劳动 外化异化状态 我完全一个字都没改 这边是现实实验的态度 这边是理论的态度 工人异化是工人对自身不利的事情 非工人对工人做 非工人对工人做的不利的事情 他对自身的不做 对不对 这话没有任何扭曲啊 所以 但是别忘了啊 以上只是马克思的手稿啊 生前没有意思要发表 所以可以看成他自身不成熟的说法 好 为什么不把他当时发表过的书籍或文章 来找寻他的类似或比较成熟的说法呢 这个夸好应该在这里面 如果这样是对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他和恩格斯和谐的神圣家族 从出版脉络来看 他那时候就只有跟恩格斯和谐的神圣家族 神圣家族这本书是一个看起来像神经病写的书 观点那个内容非常不对 这本合著在目录上清楚著名各个部分的作者 所以我们要查看马克思写作部分 就可以发现下面的结果 神圣家族说 这是出版的书哦 好 有产阶级跟无产阶级 前面讲的是工人跟非工人 出版的书说是有产阶级 大概就是非工人 无产阶级就工人 同是人的自我异化 所以两种人都有异化 不是只有一种人有异化 好 这是出版的书哦 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 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 和被巩固的 他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 虽然他在里面享受很多 但这都不应该是人的内本质该有的东西 你压迫了别人觉得自己很爽 简单说 然后这是不对的 道德上来说 这应该大白话吧 然后呢 并且感觉人的生存 大当不当如此也 然后呢 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 感觉自己是被毁灭的 我命真苦啊 被压迫成这样 谁叫我不好好读书啊 谁叫我没有好爸妈 谁叫我怎么样怎么样 并且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 跟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世人不应该这样生存啊 这个用黑格尔话来说 是在被唾弃的状态下 对这种状况的愤慨 而这种阶级之所以 必然产生这种愤慨 是因为他的人类本性 我们可以翻成类本质啊 和他那种公开的 断然的全面的否定 这种本性 就是基本上 你已经没有人类本性 你已经完全被否定 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你人类本性不应该是这样 这跟你的本性是矛盾的 违反你的本性啊 简单来说 所以由此可见 在整个对立范围内 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 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 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 从后者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所以有产阶级 当然希望保持这种对立 它有好处 但无产阶级希望能够消灭它 但是人就不应该有 这种对立的状态 更简单的说 所有的劳动都应该是自由自主的劳动啊 不应该谁压迫谁啊 这在马克思的那个早期著作讲得很清楚啊 所有劳动都应该是自由自在的劳动 所以人才可以在早上干什么 中午干什么 晚上干什么 他这个有讲过 讲一里面有写 所以我把这个文字整理以后 这是神圣家族里面 所以无产阶级 有产阶级感觉被摧毁 感觉满足跟肯定 应该大家都应该觉得感觉满足或肯定 不应该感觉被摧毁 感觉无能 把异化填为自我权利 人就不应该有异化 也不应该有自我权利啊 谁也不应该压迫谁啊 看成非人存在的现实 还当成人类存在的表情 人存在就应该把人性彻底发挥 然后就是那情感理智跟意志状态 能够达到一个最完美的和谐的状态啊 在马克思当时应该就是这样子想的 那无产阶级跟有产阶级 都不是在这个状态 一个就太过 一个就不急 简单说是这样 但是没有人说是这样 所以我就研究出来 然后发现这样以后就很困扰 后来干脆就写成书 写成书以后也没有人参考我的意见 所以就算了 反正已经写完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刚刚讲到 其实异化跟私有财产出现是有关系的 那私有财产跟异化是什么关系呢 互为因果还是异为因为果 原点前后是矛盾的 你自己去念这些东西 我就不念给你听了 前后是矛盾的 有的时候说私有财产 私有制度是 私有财产是原因 所以造成异化的结果 有的时候说这个异化 才会有私有财产 那显然是相互影响 那问题是 所以在这个逻辑上 消灭了私有财产 就会消灭异化存在的原因 就不会有异化 所以共产主义为什么那么强调 要消灭私有财产 认为所有的资产阶级的问题 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问题 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 都是因为有私有财产 等私有财产消灭什么都没有了 后来果然私有财产消灭了 但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 所有问题都没有 所以这也是告诉你 原来理论家的东西 只是一个思考 等到变成实践以后 又衍生出很多他想象不到的东西 社会学常常就讲这种 Robert Burns就说 这叫做 Unanticipated consequences of purposive social action 就是你有益社会行动的意外的后果 或者叫做 非预期的后果 常常是这样 有心摘花花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因 这在人世心上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工人的解放 他当然就认为是全人类解放 那为什么 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 他是因为工人的解放 包含了全人类解放 一个逻辑可能是工人多 等工人全解放了 然后有产阶级也发现 这个是不对的 那当然大家都一样了 大家都一样 以后就是人类的解放了 这解放不是只有解放无产阶级 也解放了有产阶级 这个意思是这样 然后人的异化呢 一般来说同人自身关系 只有通过人跟他人的关系 才能对他来讲 成为对象现实的关系 这就是人 就是人际关系的总和 就是这样的意思 在实践的现实世界中 自我异化 只有通过其他人实践 才表达出来 异化 借由实践的手段 本身就是实践 这讲到后来社会学 像George Turpin Mead 就讲这就基本上就是 人跟自我 自我跟他者之间的 一个互动的关系 人的自我 是靠着跟他人的互动 不断地形成 不断地修改的 这翻成社学理论的简单的话 就是这样 那就没有 只要没有压迫 如果沟通都是 照哈勃马的说法 如果沟通是没有障碍的 都是平等的 那基本上就没有压迫的出现了 那有压迫出现 那就是有权力的问题 那不一定是私有财产的问题 有的人没有私有财产 也有这个 我后来就建 这个是比较早建立的一个 几个重要因素 第一个他强调有自然 在他早先的时候 然后人去用 透过劳动 去获取自然 然后这劳动就会有过程 跟产品的问题 然后人就有工人 跟非工人的问题 然后这里人又跟内本质 内本质是知情义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四个因素之间 然后人的知情 内本质跟自然有什么关系 其实他也没探讨 但他只探讨了人 劳动自然 这三个关系 然后人跟自己内本质的一化 是这样子 原来有这样子的意思 那我觉得真正完整的 好像应该是这样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本书 德意知意识形态 他说创造者屈从于创造物 就我们人是主动的 结果发现自己是被动 然后被创造物 比如说创造出来的神 上帝影响 好 这段非常有意思 这段是那个吗 等一下 这段不是 这里说 他们的头脑产物 叫统治他们 他们这些创造者 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 你是个主动 怎么变成被动的 你是创造者 怎么就变成是受制于创造物呢 我们要把它从幻想观念 教条跟想象的存在物中 解放出来 使他们不再是这些东西 不在这些东西的枷锁下 身影喘息 我们要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 照他的逻辑 是要反抗这种思想统治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就改变下层基础就可以了 改变基础基础上层建构就会改变 不是吗 另外一个说法 说的更简单 就大家都变成有钱了 大家变成有产阶级 不就解决这个问题吗 要不就大家都变成无产阶级 解决这个问题吗 那就是因为有人是有产 有人是无产 才会变成这样子吧 压迫嘛 另外异化的力量 我就不说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意思 这就是异己的 在他们之外的权力 一点不了解 他们就不能驾驭这种力量 异化要怎么消灭 异化是可以消灭的 不是消灭不了的 第一个要无产阶级的产生 无产阶级怎么产生 所以这里面出现了另外一个 那无产阶级是 自在阶级还是自为阶级 自在阶级说 你本身是个阶级 但你不知道 那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你是无产阶级 你受这些苦 都是你不应该受的 我来启蒙你 后来就叫 无产阶级先锋队 那这些通常都是知识分子 通常都不是无产阶级 然后另外就 无产阶级跟自产阶级对立 对立结果就把 自产阶级干掉 这干掉可以是象征性的 也可以是实质性的 就把他全杀了 这是或者就把他劳改了 所以这两个消灭前提 然后具备两个实际前提以后 才会消灭 一样这个消灭这个字呢 你如果翻成消灭 又只有三分之一的意思 所以那个消灭 是把不好的东西去掉 把好东西保留 然后超越到一个新的境界 他说他必须让他 把人类的大多数 变成没有财产的人 所以没有私有财产 这件事情到现在 现存的共产主义国家 还是非常坚持 就这样来的 新加坡好像也坚持这个 土地都是国家 但还是有私有财产 所以现存的有钱的 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种思想会影响到那么大 好接下来是商品拜无教的问题 这个资本人有德文本 跟法文译本 法文译本为什么那么特殊 很多人不在乎版本问题 那个中文系的问题 不是的 因为原来资本论是德文 德国人写东西 有一个传统 就是他们会把它写得非常深奥 这样才显现有学问 这个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子的人 那后来呢 这个就有人说 你的想法法国人也很喜欢 我们就翻译吧 他就找了一个 好像就他的女婿还是谁 把他翻译的法文 他在法文就写了一个法文版的序 然后说 把法国人骂了一顿 说这个法国人头脑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尽量把这个书写 就翻译的时候 我就把它改得就通俗一点 让法国人能够接受 所以这句话 所以法文译本呢 基本上就变成 你不知道马克思在德文里面 大概是讲什么 看法文译本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 个人的经验 我常常觉得说当你一个观念讲不清楚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尝试用另外一个语言讲出来 因为另外一个语言 你没有那么丰富的文法语汇 所以你就会讲得很简单 像我们这个华人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常常有人讲话选学 那说你用英文讲一下 你用英文讲我一定听得懂 因为太高深的英文你不会的 我也不会的 所以当你要能把他讲清楚的时候 你用的一定是很简单的英文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试验 这个有机会 大家有机会试试看 所以你不要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来讲 你用你不熟悉语言来讲的时候 你看因为你语会有限 所以你会讲得更清水 所以你看这个差别不大了 拜无教呢 在德文的本里面说 商品 劳动产品一旦做 从商品来生产 就带上拜无教的性质 因此拜无教同商品分 生产分不开 所以这是因为它变商品化的结果 这边说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上 就带上都带有教训 分不开 这没有任何差别 所以这个就算法文一本跟 所以它强调不要变成商品 那怎么可能不变成商品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看这里呢 说作为自由结合人的产物 处于人有意识 有计划控制下的时候 才把自己神秘的面纱截掉 所以这种劳动就是要 第一个要自由的劳动 第二个你人有能力跟有意识 控制自己的劳动 这是他理想中的 非异化的劳动状态 可是现在有多少劳动 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你的时间 这个情况很罕见 当然有一些新的IT产业 好像是这样 你不必按照知识的方式上班打卡 但你还是要产出某些东西来 所以自由的结合自觉的活动 并且控制自己 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的时候 这才是一个 比较理想的一个工作状态 好那今天先讲到这吧 下次讲历史维吾伦跟维吾史观 因为有时候需要把恩格斯东西 一起拿起来讲 我的书是把他们两个人贯穿来讲 那异化劳动因为只有马克思的东西 我基本上就讲马克思的东西 然后这个历史维吾伦呢 有时候叫历史物质主义 那个黄瑞琪老师坚持说 应该翻成历史物质主义 不然会引起误会 我想怎么样都会引起误会 什么叫历史物质主义 没几个人懂啊 历史维吾伦好歹是约定俗成 或维吾史观 已经约定俗成了大部分人就比较懂 虽然你觉得这不是维吾 他很坚持说不是维吾 因为是物质 并没有说只有物质 维吾有这样的意思 但以前就是强调为物为心啊 只是说这为不是只有的意思 而是它最重要啊 那你物质主义也是它最重要啊 如果你不了解 这为不是只有的意思 而是它很重要 那就没什么差别 另外一个跟马克思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跟恩格斯可能有点关系 叫做辩证为物论 因为马克思没有讲到辩证为物论 好 那这个我们就下礼拜再讲 愿意 嘛 我们就下礼拜 上来 跟马克思 放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